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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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尊 那么六方的真意为何呢 君师子 若有人善于了解 东南西北上下六方的真实含义 远离沙盗印旁四种烦恼不够 今生即可得到世人的尊敬 云在上 身怀命中后 一定能够投身上主 上升天道 享受佛华 超級魔忍吧 海見 Zhao 一眼 夜 大比赤 大比赤 天滩 帝金 日月 夜 美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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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怕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白 回去吧 回去吧孩子 回去吧 小白 你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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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都到沖口集合了 國老小姐們 沖口集合了 村民們 林國的王命人送來了三個小金人 慶賀我王的生日 可同時也向我王陛下提出一道難題 王特地下仗 令每家每戶都派出南丁來應答 答上來的有賞 答不上者都要充軍發配邊關 明日清晨 大家到村口答題 縣衙要親自監禮 給你們今晚一夜的時間去準備答案 明日一早 前來應答 前來應答 有請外國使者公布難題 這裡有三個一模一樣的小金人 我們的問題就是 請你們找出 哪一個小金人的價值 是最高的 明明一模一樣的小金人 怎麼分得出好壞未見 要是娘在就好了 她一定知道 娘 對了 找娘去 娘一定知道答案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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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兒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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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好 娘肯定知道答案 小恨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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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最前面的人开始吧 用转撑一下 重量最大的价值就最高 下一个 看做工 做工好的价值高 下一个 我 我不知道 县衙大人啊 是这大人 谈来鬼谷并无能人哪 下一个 你是最后一个 给我仔细想好了再回答 是大人 大人 要想分辨这三个小金人的价值 其实不难 嗯 请给我三根稻草 好 好 好 大人 这个金人价值最高 我才十五岁 我才十五岁 哪里会懂得小金人的秘密 我的愿望就是 请王取消将老年人送到死人谷 自行了断的恶俗 放肆 你难敢指责王的国策 不要打断 让他接着说 父母年老了 我们就按习俗抛弃他们 这令人违逆天理孝道 如果连亲情都可以不顾 又何谈爱国 年轻人虽然身强力壮 但是却没有智慧 母亲说 当年父亲在制作泥人的时候 会用木签撑起泥胎 所以在小泥人的身上 会留下小洞 第一个金人 可以用稻草穿过耳朵 表示 听人说话 不能左耳进 右耳出 但是听了 也不能到处传人闲话 这就是第二个金人的意思 只有第三个金人 稻草掉进肚子里 那我想 这可能就是最有价值的一个了 孩子 你的话没错 第三个金人的意思是 老天给我们两只耳朵一个嘴巴 本来就是让我们多听少说 善于倾听他人的话 才是一个人最优秀的品质 他现在说是什么 就那么多叫他们 妈 告诉你个好消息 娘 教你个好消息 咩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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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士子 如同日出东方 大地才有光明的道理一样 居士子 当之父母象征东方 他们心情养育儿女长长 为人子女 当时父母生活富足 因为父母处理家事 满足父母生活所需 父母的教导应听从无为 私人的家产 在父母需要时 亦应进阶奉上 居士子 若人能以此武士 此孝父母 人生必定福慧增益 而无有衰后 维然 世尊 好的 靠近一点 好 非常好 这是他们结婚二十年来的第一张婚纱照 从这一刻起 他们的爱情才真正开始 好的 好的 看着我 靠近一点 靠近一点 非常好 感觉 雁一来 看着我 how 我 有个名的 新闻 鸡 最后 一份 的 帅 适合 有 实在跑不动了 累死我了 累死我了 你自己跑吧 我不走了 才跑多远就累成这个样子 年纪轻轻的还跑不过老爹吗 快点了 走了走了 下次再也不跟你来了 坤婶 你家坤叔和你儿子呀 坤婶啊 你们家坤叔有45了吧 明年啊都46了 我可告诉你啊 这男人40亿之花 最危险的年龄段 都这么大的年龄了 还能怎么样 这你就不懂了吧 瞧你们家坤叔 自大今年做完心脏手术 这精神是越来越好 打扮也越来越年轻了 啊 掀开流放离情之虚目 给人到的只灰之火焰 刮拨世间黑暗之迷茫 建成之火焰 全球而易合血之西风 山上之腹碑 断正必有去 世间然悔炬 孤单静相续 魂灵如明依 道德皆生命 世人命运过 人缘佛之征 世人命运过 古老恒河 万年神花 红红荣草木 妙里花香蝶飞 风渡遍天 一台潇洒 群青山山 世家落叶 掀开流芳里 情之虚目 点燃到哪 只灰之火焰 划过世间黑暗之迷茫 群青楼银河 写尽心风 神秀巨富贵 断正与永去 世间燃汇聚 不断情相续 魂灵如明依 道德皆生命 世人命运过 人缘佛之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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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如大地 掌养善法功德 供养僧宝 功德殊胜难良 慈敏众生 常施 焉贡 药贡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人都有身体 有身体就会生病 所以每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 所以生命天使才提出来 大家多放生多吃素 更重要的 我们去护持全世界 在修行的出家人 特别在贫穷偏远的地区 佛说说 这个是长寿无病更好的方法 进一步呢 我们也做药师焉供 不施药给那些可怜的孤魂野鬼 也可以让我们长寿无病 所以愿大家 除了多运动 吃素放生 多供养出家人医药 多做药师焉供 帮助那些孤魂野鬼 愿大家都健康 阿弥陀佛 中华护生协会 与您一起 关心生命 慈爱众生 护持帐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生协会 药师如来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生命电视 云林观音讲堂 起见良皇宝灿 孝亲报恩超度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主法 日期自9月14日星期二起至9月19日星期日至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05-633-1565 夏季农历4月16日至7月15日为僧众结下安居致力修行之旗 也因应疫情升温 应尽量减少外出 以降低群聚感染风险 故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特别推出防疫及生活物资共生包 提供偏远或于防疫期间不便外出之深重 民生用品与食品 填写表单如下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Zither Harp 放生是觉悟 觉悟是空隙 生命电视 与您一同互生 祝您正的觉悟